之前在我们村子里面找到两套农家小宴 只要5000一年 400多一个月 到镇上有几公里 我们村是同农村客营 到七星市开车 要30多分钟就可以到七星 房子是二层 有前宴后宴 旁边还带菜地 总占地面积有500平 面积相当大 这套房子之前往里租下来 租了一年之后 他就退掉了 因为年轻人 他肯定要到城里面工作 租了一年之后 推到现在房子刚好空出来 这套也是一家 这一套是没找到主人出去打工的 这套院子也比较漂亮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那个两层 车是可以看到门前 路还是宽的 这一片的地也是房东家 之前是个卫生间在这里被拆掉了 那边是一个养鸡房 养殖房 烟子里面是种了果树 种了一点蔬菜 这边冬天也不是太冷 冬天还能种菜 这个房子呢两层的 盖了二十多年 这是房东的 这边一个小房子呢 之前房东建的是做美发的 现在就搬到新屋里面 就控制出来了 这边这个燕子呢 是可以稍微打建雷巴围起来的 房子呢 之前他说是卖 卖二十六万 但是价格时间一点高了 好像是没人买 他租呢 也可以租个五年十年 从这边上楼梯呢 就上到二层 二层呢 还有住房 二层的住房跟一层呢 隔绩是一样的 稍微二层呢 稍微面积宽一点了 我现在看看一层 它里面是堆了一些玉米在里面的 一点桌子 柜子 这边就是客厅 后面呢 还有一件 一张小床 那是缝纫机 在这边可以晒太阳 西边的太阳可以晒进来的 这边是一点点沙发 电视 之前网友住在里面是拉了网线 现在网线他搬走了嘛 这边又是一间 它里面是晒了一点红豆 葵花 还有豆子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房子的后院 后院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房子 小房子这里呢 应该有四十多瓶 这个有个后门可以出气的 后面出气呢也是一条路 这个院子呢 现在还种了一些白菜 萝卜之类的 这边 这边之前也是一个小房子 是养了狗在这里 这边呢是养鸡房 造房啊 好的木头堆在里面 看看这个后院 后院这边围墙 过来 然后到这边呢 这一条子 是上面的二层的 后院是有花有草 种了很多花呢 这个花呢是一年四季都有 这边是长型的 从这边呢 还有一道河门 可以到刚才那个路边 这边是打了一个深睡井的 这边呢是一个洗澡间 衣吧都有 这边还有一个金子 从这边看过来 这边呢就是一厨房 厨房呢是灶台 有煤气罐 是这种长型的 上面有点亮瓦 现在上阳台 阳台看到燕子这边 这边是村子里面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盖的那种新房子 一大洞一大洞的 这边这个房子呢稍微是长型的 这边 这间开了呢里面是两张床 没有乐意啊 层高满高的 现在下午出点太阳 太阳可以照到这个屋子里面 一米五的床 看看这边还有一具柜的 这边朝西边 后面就是一光多里就是山 山上有寺庙 两个水库 山呢是环境比较好 到市区开车有30多分钟 416个月5000一年 可以签五年十年 好了大家接的怎么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